此事我得汇报给老宗主 你们先回去吧 是 宗主 这几日 你与云雷云盛 为何离宗 宗主 我 我们只是有点私事 外出而已 少统长 那三名神秘人 来自云蓝宗 于宁抓走父亲 将我消偿破坏残杀成这样 必须得让云灵那老皮肤尝命 救回父亲 没错 族长是为救 我们大家才被云蓝宗抓走的 我们不惜一切代价 也要把他给救回来 对 报仇 cho 让他救回来 让后来 就草 让他 是 让云蓝宗认回公道 想必这个云灵在云兰宗的地位不低吧 云兰宗首席大长老 果然哪 先秦少族长大战云兰宗 因三年之约的缘故 云兰宗对您也并不是极其忌憾 但如果这次将这位大长老给杀了 那我们萧家与云兰宗 则彻底误解了呀 大长老的意思 是要我不管父亲的生死吗 我是亲眼看着萧家 从帝都搬到这乌坦城 一步步走到今天 虽然之前 我对族长的态度有诸多不妥之处 但他为我们萧家清诸的心血 我最清楚不过 族长他拼死引开云林 正是为了保全我们萧家 让萧家的血脉可以继续传承下去 我说这些 并非是阻止您去解救族长 只是 无论如何 我都要救回父亲 其实代价是与云兰宗为敌 那萧家 那萧家 大长老说得没错 萧家是父亲以及爷爷的心血 我不会让他凋零 现在的萧家 能不能听我安排 能 为少司长知力需求 好 我打算将萧家千离五坦城 这什么呀 可是这两个人 父亲失踪之时 与云兰宗难逃干系 云兰宗势大 我萧家便是要认他欺凌不成 这事传出去 岂不是要被人指着鼻子嘲笑 我们没骨气 对 救援族长对抗云兰宗 还是跟乌龟一般 缩在乌坦城 任人戳着脊梁骨唾气 你们要选择什么 告诉我 救队长 我们萧家可没有乌龟 对 云兰宗又如何 我萧家并未招惹过他们 他们却差点让我们惨遭 灭族之灾 救队长 救队长 报仇 救队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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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后我们与云兰宗的关系 恐怕将会急糟 所以我们必须做好万全的准备 也请大家相信我 有我萧颖在 萧家就绝不会衰败 我打算将族人秘密分派出乌坦城 让大家各自前往帝国东部 大长老 你负责整理萧家的一切事务 所有财物能带走的全部带走 是 师父一致 现在就开始攻身 族中家眷 其没有战斗力的小背心 好 沿途护送至集合地 奥巴家族趁我萧家有难前来打击 我们必须让他们付出代价 将我们被抢走的方式统统夺回 萧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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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是 萧家的萧颜 他回来了 这次奥巴家族我可要倒大霉了 近两日 我会带人从奥巴家的残余势力中 不断夺回本属于萧家的方式 藉此引开城内视线 将大型物资运送离开 帝国东部 临近塔格尔沙漠 云兰宗的势力相对薄弱一些 萧顶和萧丽两位兄长 在石墨城的势力也急速扩大 这样便尽可能免除云兰宗对萧家的威胁 但实际做方式会让米特尔拍卖场大礼 其中的利润与他们分成 以我和米特尔家族的关系 倒不用担心他们 会泄雾文明的行踪 少组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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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奥巴家夺回的功法斗技财物等 已彻底整顿完毕 诸位 你们也开始分散离开乌坦城 去集合地会合 结伴去石墨城 到了那里 我们萧家会有新的开始 少组长 那您呢 那老家伙的账 该算算了 好 少组长 我们在石墨城等您 我们在石墨城等您 不懂得说 我们在石墨城等您 在石墨城等您 我们在石墨城等于 两个人 如今 奥巴家 藏了时候 给我安静点 他又不是你的亲人 这么关心他做什么 放心吧 你死不了 多谢了 生死关头 助我一把就够了 你就逞能吧 有云山在 想要动云林 哪有那么容易 或许吧 这算是自投罗网 还是有着 匹敌云山的自信 那小子 看他的路线 好像是云兰宗 小炎这家伙 他又想干什么 我得去看看 这次或许有些麻烦了 让尹卫集合 召集尹卫 海老 为了一个小炎 便暴露尹卫 会不会有些不妥呀 不妥 宗主 硝烟害我云兰宗 生于大损 若是这般轻易放过他 那日后 岂不是谁都能 在我云兰宗脸上 踩几脚 三年之约已经结束了 你这般私贼 带人前去萧家 无疑是让人说 我云兰宗气量小 日后 谁还会幸福于我们 可是他与莫城 只死难逃关系 就算将他 别以为我不清楚 这次行动 更多是你私人怨恨 他一个莫城 和你的关系 可美好到那个地步 按照宗门规矩 现在蕴儿才是宗主 你不用看我 宗主 大长老也是为宗门着想 况且此次去乌坦城 也并未给萧家 造成多大伤亡 仅仅破坏了一些 房屋建筑而已 萧家也认不出 我们的身份 此事 就装聋作哑过去了 萧衍可不是蠢货 他迟早会怀疑到 云兰宗头上来 前几日的闹剧 你们还没完够 云灵 给我滚出来 去看看 快走 怎么回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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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萧衍 他怎么又来了 是 萧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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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当真是找死不成 老家伙 把我父亲交出来 不然就算今天云山护着你 你定要求你心灵 好大的口气 老夫正好在找你 今日你就永远留在云兰中吧 营林 住嘴 宗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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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萧衍 恐怕 还是叫你云兰宗宗主 云韵比较好吧 你 没想到 燕燃口中说的萧衍 竟然会是你 云儿 你与萧炎相识 你 有过几面之缘 不过 他也是眼缺的真实性命 云韵大人贵闻云兰宗的宗主 我一介无名小子 又怎可能与他相识 我认识的那人叫云芝 并非云韵 萧炎 你还真当我云兰宗好欺负不成 虽说你有美杜莎女王成谣 可老夫依然要奉劝你 凡事留一线 想要找阮氏子你 你可是找错地方了 云山宗主 我为何来云兰宗 恐怕你得问云林大长老吧 云林对萧家造成的一切损害 我云兰宗赔偿便是 好了 如果你是为了这事而来 现在可以走了 云山 我敬你是前辈 方才这般客气说话 云林她差点害得我萧家 被灭了满门 岂是你轻描淡写的一句赔偿 便能抵消 这事 的确是云林做得过分了 你想要如何补偿 补偿 你个混蛋就知道补偿 云林将我父亲打成重伤后 将其从萧家追杀出去 至今身死未卜 你们今天不给我一个交代 就是拼了这条命 我也要让你们云兰宗元气大伤 你父亲 云林可并未说过 他伤过你父亲 那你的意思 是我们萧家上下 轻言所见的事实 是你也早不成 这笔账 不成你云兰宗算 该找谁算 你说啊 给我把事情说清楚 否则 我有权让你交出 大长老的职位 宗主 那晚我们确实追了上去 可就在萧家后山的密林 那萧战就突然消失了 突然消失了 萧战不过是个大斗师 怎么可能在你们三个 斗王面前消失 你说谎也要找个 好点儿的借口吧 今日交不出我父亲 那你回了这里吧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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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妍 给我点时间调查清楚 如果真如云林所说 我可以派人帮你找寻你的父亲 纵然云林有错在先 云兰宗自会处置 那轮到你一介小辈在这里 如此放肆 这就是云兰宗真正的嘴脸 今日云林的老命 我笑了 云兰宗 是你们逼我的 嗯 两种云活相容 这个家伙 老公 这家伙真的疯了 他想把云兰宗彻底毁灭吗 云兰宗那把白痴 怎么把他惹到这份上了 啊 云 小言 你先冷静下来 快说 他父亲在哪里 你小子不要欺人太甚 这里可是云兰宗 就算我干掉了你父亲 又能如何 云林 小子 那晚为了准杀你的父亲 没能灭了小家 没想到你居然还敢找上 云兰宗归人 那今天就让你永远留在这里 回头我还会让你们小家 在这斗气大陆上彻底消失 你赢 啊 哼 哼 拿下小爷 哼 今日就是你的死期 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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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小子倒是誠狂 雲蘭宗舉全宗之力 抓捕一個大鬥師 你竟然還要動手 是不是太過丟臉了 美杜莎女王 莫要以為老夫怕了你 我只是不想與你起衝突而已 希望你不要多管閒事 否則我雲蘭宗 也不是任人隨意踩在頭上的 如果你有這興趣 我倒是很樂意陪你試試手 自從掌控這具身體以來 我倒是還沒動過全力呢 雲兒 阻止硝煙融合一火 可是 雲兒 你在幹什麼 硝煙手中的東西太過可怕 若是讓她釋放出來 這山峰都得被她全部烘掉 讓那小子在雲蘭宗如此撒野 你如何對得住這宗主之位 是 老師 即使沒有我動手 硝煙也絕不可能順利將一火融合 我只負責拖住你而已 至於她能不能成功 不關我的事 嗯 小顏 你知道我並不想傷你 有事我們可以坐下來談 能不能不要把事情弄得這麼僵 雲寧剛剛已經親口承認了對我父親的所作所為 而雲山也是無動於衷 我能怎麼辦 可雲蘭宗弟子是無辜的 你何恐牽扯於他們 雲寧闖入我蕭家時又何曾想過 因為她的緣故 我蕭家幾百口差點全部被殺 難道他們不是無辜的嗎 你現在情緒太激動了 還是等你冷靜下來我們再談吧 不過你手中的東西實在太恐怖了 我不能再讓你繼續凝聚下去了 我不是雲林 我不會傷害無辜的人 抱歉 這傢伙果然還是弄出來了 這一次雲南宗要損失慘重了 雲兒 還不快動手 這傢伙 竟然還留有這手 看他當初魔獸山伴相識一場 有 小妍 住手吧 小心 走 倒出來了 Maur 我保護的 早安 哼 修顏 不要 是他逼我的 酒吧 死吧 叫你 老宗主 救我 这 这东西是硝烟使展出来的 每次见面 这个年轻人都会让我们大吃一惊 萧嫣如今所展现出的隐藏潜力 已经不比云蓝宗这个庞然大物 差多少了 也就是说 即使为了萧嫣得罪云蓝宗 也并非是完全不划算的 还是海波东眼光独赖 今天真的闹大了 萧嫣就算没被佛怒火灵的余波阵死 云山也绝不可能放他离开 更何况还有一个云运 小家伙 这次可真是莽撞了 看来萧嫣这个小家伙 对云蓝宗的弟子们留守 是 小家伙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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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好 好啊 萧嫣 这么多年来 你还是第一个将我云蓝宗破坏成这般模样的人 我真是低估了你啊 去请谷鹤长老出手救治一下 看能否保住他的性命 是 是 萧嫣毁我宗门 杀我长老 宗门耻辱 必须以邪习说 既然你该强行击杀云林 那么自然也就该有留下的打算 今天 就算每度杀护着你 老夫也要将你永远留在云蓝宗 好 感知不错 不过仅此而已 留下吧 嗯 嗯 我说过 今天就算美兔杀护着你也没用 嗯 嗯 这有本体功力的分身吗 美兔杀 你的对手在这里 强手 弱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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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楊 弱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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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玄冰盾 看他了 快走 还不懂 既然你要袒护那小子 那这凶怪我不念旧情了 大风手艺 没想到云山的这两个回忆的分身 竟然应有这般恐怖力量 小家伙 我尽力了 接下来一直能看你自己的了 我 今天这条命 真又留在这里了 老师 这么说了 小家伙 你已经做得很不错了 能将云兰宗逼成这犯模样 也是大大出乎我的意料吧 接下来便交给维师吧 小家伙 中文字幕 李宗盛 这股力量 这家伙终于能够使用那隐藏的力量了 怎么回事 小颜的实力似乎忽然暴涨了几个戒饼 从他体内所散发出的气势 竟然比我还强 没想到这小子竟然还藏着这一生 不过既然你能够营赴 那我自然也是懒得动手 毕竟以我现在的灵魂力量 也支持不了多久了 云山宗主不过如此 今日我要离去 云山宗还没那实力将我拦下 倒还真的是小看了你 没料到你体内居然还隐藏着 这般恐怖的力量 难怪一直都有恃无恐 不过 我想这股力量应该并不是真正属于你的吧 不管这股力量属于谁 可至少 它能听我指挥 凭借外物强行提升实力 墨图而已 我就不信 你能长久保持这股力量 你大可试试 这么多年来 我云山想要留下的人 还没有一个能够走得掉的 你欺慕弟子 今日我倒要看了 就算我实力侯权摄施极十二三 你又能卖过何 这一発 会让你能够走 宁游战 我是 あの AU 冰射 燕尊 施浪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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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么多年 我云山想要留下的人 还没有一个能够走得掉的 你欺我弟子 今日我倒要看看 就算我实力不足全盛时期始至二三 你又能奈我何 老师 您 您认识萧嫣 见过几次 不过当时她用的是另外的名字 所以先前见面 方才感到极为惊讶 她的确是很喜欢用假身份骗人 嫣人 你 你不会是喜欢上萧嫣了吧 老师 这怎么可能 我最讨厌的就是她了 她的报复果然好狠 老师 我后悔了 你 我也有错 当初就不该受你软磨硬泡 答应你去退婚 不然 也不会有这些事情 老师 我现在该怎么办 我果然是自作孽 老师 等这里的事完毕后 让我进入生死门吧 你要进入生死门 那可是至少要达到斗灵级别才能进入的 虽然你是这儿唯一一个能够与生死门产生共鸣的人 可此时进入 太过危险 那里是云兰宗历代宗主的安眠之所 叶然身为云兰宗之人 想必会受到他们忽悠的 老师 答应我吧 我现在的状态 并不适合继续安静修炼了 生死门 本是云兰宗宗主接班人 成为宗主前的最后一道考验 不过你既然执意要进去 那时候 我便与你师祖商量一下吧 早点接触生死门 对你的好处 也确实不小 公之旗 立刻 立刻 叶封 遗恩 尾恩 帖子 图子 尾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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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可就是窦宗的实力吗 果然非同一般 将来的加玛帝国 恐怕是要重新洗牌了 此时的萧衍 恐怕也有窦宗的实力了吧 你要知道 当年云山还是窦皇时 便是凭借这一招 击杀了出云帝国 两名同等级的强者呀 不知你们是否发现 萧衍实力大涨后 所使用的异火 仅仅是那种森白色的 并非是之前常用的青色火焰 而且萧衍操控那白色火焰的手法 也比先前不知高明了多少 这家伙真是让人琢磨不得我 云山今日要留下萧衍 是有些难度的 而且在那边 还有个不逊于萧衍的 美杜莎女王胡适淡淡 若她真与萧衍联手 就算是现在的云山 也唯有赞壁锋芒 希望别搞出什么伤亡吧 不然的话 那对甲马帝国可是大损失啊 云南宗宗宗主也不过如此 此时的你的确很强 但我就不信你能一直将这股力量维持下去 透支的力量总会付出代价的 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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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一击 竟撕裂了虚空 斗宗强者 果然是已经触及到了那个层次 arin fort 放心吧 虽然我如今实力大井 但光平云山就想要对我造成危险 还是有些异象天开 我们的关系已经难以调和 所以我不会放任一个日后能够成为斗宗的强者顺利调脱 然后背负着对云兰宗的仇恨逐渐成长 最后再来颠覆我云兰宗 再来颠覆我云兰宗的仇恨逐渐 恨逐渐渐成长 无尽其我的少王 永运不在满眼 无知不疲 无天 无情编络也 回头发如释远 以后来 回头发如释远 阙调 回来的那天 少许不停 也无声无眠 有时也有心 这一锁雨伞与三年 原来听得风风蓝之源 几岁一场雪月平安后一夜 一场风鸟 这世界困难 一场雪月平安后一夜 一场风鸟 呃 呃 平衡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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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甭皇长老听令 其云烟 复日阵 是 准备 好 上一次 斗光级别的云灵 凭借着云烟赴日镇 将海伯东都逼得不得不凝重对待 而如今 这主镇之人 可是拥有斗宗实力的云善 老师 先撤吧 云山很强 而且云南宗的法战也很是麻烦 现在的我们 并不能正面击败他 毕竟您才刚刚恢复 出来的时间也不能支撑太久 嗯 近日的确不便于他应批 虽然那美杜莎女王看似在助你 可若是要他与你联手 他定然不肯 一个斗宗强者的临死反扑 非同小可 先撤吧 日后卫师一定帮你讨回公道 此次离开 或许就得好长时间才会回到甲马帝国了 云南宗 下次再回到甲马帝国 父亲的师祖 家族被迫迁移的耻辱 便有弟子自己解决吧 哈哈哈哈 有这般豪气 那自然是好 真认为我云南宗一里甲马帝国这么多年 是靠得虚名不成 想走 哪有这般容易 先前便说过 我若是要离开 你云南宗无人能阻拦于我 果然有几分诡异 虽然你有一火之柱 但是今日想要离开 你绝非一世 这云阴复日阵确实是有些麻烦 小燕 你听我说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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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燕 找到你了 咛 乙 那 这是 这 这 既然你小柳 那便再试试这火莲的味道 救命 快 快 马云 怎么回事啊 马云 怎么回事啊 师祖 是老宗主 是老宗主 老宗主 不愧是斗宗强者间的战斗啊 火莲那般近距离的爆炸 若是换成我们 恐怕已经奄奄一息了 我还以为萧嫣不能再使用了青色火焰了 原来是留着当后手 年轻人要懂得抓住机会啊 小炎身上的能量 好像随着时间推移 越来越弱了 老混蛋 你竟然要杀我 那我也不会让你好过 小炎 你也想对我动手 你也想对我动手 我是云兰宗宗主 云兰宗的声誉 我必须维护 而且云山是我的老师 我不可能看着你伤害他的 你认为今日若是我落在他的手中 能有活命的机会 对不起 对不起 我作为宗主 不论如何都必须时刻维护宗门的声誉 我不可能看着云兰宗的名声被你中击 或许在你心中 我与云兰宗比起来 根本就是微不足道的吧 小心 小心 斜朔了 小炎 你 月梁 云兰 以你的身份竟然出手偷袭 你也好意思 快杀了小炎 趁他现在实力锐减 快杀了他 云儿 若是放他离去 日后云兰宗 恐怕真的会毁在他手中 所以即使背负骂你 你必须在今日将小炎击杀 不管你是云枝还是云蕴 日后我们再也没有任何关系 这东西还给你 云儿 还不动手 你在等什么 云山 今日这一场 我硝烟铭记在心 事后定要十倍讨还 十倍讨还 云蓝宗正位直视 长老听令 立刻带队追击硝烟 他体内有我留下的特殊印记 不可能逃脱 抓住他 死活不论 是 我以云蓝宗第八代宗主之命宣布 从此之后 将之列入云蓝宗追杀名单 此命 至死不休 老师 你还在吗 小家伙 这次情况不妙吧 连续两次使用佛怒火莲 负担实在是太大了 若非是你给我服用的七幻清灵嫌疑药力甚加 恐怕我又得沉睡了 这次的确是第四莽撞了 我知道 你这孩子对家人很是在意 不然以你的性子 定然不会这般莽撞地闯上云蓝宗 不过这次你也无需太过担心我 人这一生总会为了心中的一些东西 拼了命地去追寻 或者守护点什么 这个心中的东西就是情 有了感情才能成作真正的人 谢谢老师 我们之间还用讲什么感谢吗 不过当务之急 是要尽快离开云蓝宗的势力范围 先前云山那一集 在你体内留下了一派能量印记 现在的我 灵魂能量消耗过多 无法再像以前那样帮你 只能尽量易主印记散发出的波动 避免云山感应到你 既然这样 我们还是希望魔兽山脉躲避吧 若不将这身伤心养好 恐怕连逃都成了问题 虽然你这次受伤挺重 不过既然为师已经苏醒 自然会让你以最快的速度恢复 小家伙 轮到你掌控身体了 我还没好好谢谢你呢 之前真的是帮了我大忙 不过 也是让你吃了不少的苦到 还是你这个小家伙可爱啊 可不像那个兄女人 先前的大战竟然一直袖手旁观 有人过来了 现在的你不义与人动手 你的气息游浮不定 实力似乎有着提升之状 看来这段时间的大战 对你好处不小 赶尽找个地方疗伤敬仰 不要浪费这提升实力的时机 我能感应到东南北三面 皆有云兰宗的搜寻队伍 所以我们只能从西面离开 小心上方闪略的身影 那些家伙大多是云兰宗的长老 遇上他们可就麻烦了 云兰宗 云山 我们的梁子看来是彻底结下了 希望时候 你们不要后悔 这里没有 到前面看看 此次叫诸位过来的原因 想必大家都已经知道了 云山赶在我们之前 成功晋级了斗宗 他所展现出的实力 海国都跟法老 也是有目共睹 简单来说 就是加码帝国与云兰宗的天平 已经适合了 你现在加码皇室的实力 已经无法压制云山了 师兄 我们追击得这么靠前 是不是有些惊奇了 硝烟那家伙 连老宗主都可以中伤 我们这些小辈 你慌什么 那小子同样被我们老宗主所伤 那老人家交代过 硝烟的力量并不属于自己 现在正是取得性命的绝佳之计 老宗主还说 所有参与截杀硝烟的弟子 都将会被破格晋升为直士 并且还能自由选择一本 玄机高级功法以及斗技 是魔兽 准备截剑 是不是 是哪儿 真是的 ốt 你看 我 我 这里倒是个绝妙之处 在武器的遮掩下 就算有人在上面飞过 也很难瞧出端倪 小心 里面有东西 放心吧 吞天芒可是上古易兽 一般的魔兽嗅到它的气味 便会心生恐惧 更何况现在的吞天芒 也有着窦王级别的实力 怪不得 按理说 现在的我已经进入魔兽山外的身处了 可却并没有遇见任何魔兽的阻拦 原来是脱了这小家伙的福啊 不过那些来追寻你的云兰宗队伍 则是没有这般好运喽 可却并没有出了 可却并没有出了 可却我 主要是 fric 你 不是 你 不是 没 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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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凤凰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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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來這小村天王已經把這片領地的首領給馴服了 不愧是上古易獸啊 還好有你這小傢伙子 不然以我現在的狀態說不定就在這兒了 啊 果然受傷不輕 這才使用了幾下子雲翼而已 體內便翻腾成這樣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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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能要 先睡一下了 現在可不是休息的時候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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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先壓制一下紋亂的體內 我來練這一點給你治療內傷的單藥 必須讓你以最快的速度恢復 不然實在太危險了 還好你小子存了不少藥材啊 老實所言不假 我現在受傷不輕 體內的局勢紊亂 但現在體內氣血上浮不定 的確是實力提升的先走 一會兒把它服下 這樣體內的傷勢應該便能徹底痊癒了 你這段時間所服用的三文清零丹 藥效太強 你根本沒有完全吸收 反而是更多的藥力沉澱在了體內 這般淤積下去對身體病不好 這丹藥被我掺雜了古靈冷火 老實 你回來了 真好 你把體內淤積的藥力蒸發出來 這一次你便藉機吸收吧 至於實力能提升多少 便看你自己的造化了 我這段時間不在 你體內出了不少毛病 那落毒也是個狠東西 等你先將傷養好後 我再想辦法幫你解決吧 好 雲雷長老 據前方師兄們回報 硝煙已經進入了魔獸山脈深處 那裡高級魔獸眾多 我們的人損失慘重 一群魔獸合足畏懼 飛行部隊隨時聽從我等的指令 好 傷我老宗主 回我宗門 殺我大長老 小燕 這仇雲瀾總是非報不可 這小傢伙 體內巨人淤積了這麼多要力 那小傢伙 忍耐 看样子 上势修复得差不多了 既然如此 那便顺势突破吧 时机正将 能否突破 便看此招了 好 居然一下子突破到了三星大斗石 而且能量还在节节攀升 果然是个充满意外性的家伙 老师 如今我的能力 只能完整地控制着忽然暴涨的两星实力 若是再多的话 只能算是表面虚浮 可从长远来看 对我却并不算好 在力量面前还能把持本心 不贪不娇 知足而退 不错 不错 你的伤势已经完全恢复 接下来有什么打算 这次 并没能将父亲救回 宗主 那晚我们确实追了上去 可就在萧家后山的密林 那萧战就突然消失了 突然消失了 以云宁在云南宗的身份 根本没必要说谎 可若他所说的是真话 凭我父亲大斗石的实力 怎么可能从窦王强者眼中凭空消失 萧战不过是个大斗师 怎么可能在你们三个斗王面前消失 你说谎也要找个好点的借口吧 但我感觉 父亲的事情一定是与云山有着一些关联 老师 从玉片的灵魂力量来看 父亲貌似已经脱离了生命危险 但以现在我与云山之间的关系 他不可能让我父亲这般轻松的 你父亲的失踪 云山定然逃不了干系 但你父亲失踪的当天 必然是有着外人出手将其带走 整件事情 一定是有着连云山都无法干预的势力 介入其中 能在云灵面前 神不知鬼不觉地带走我父亲 可我萧家 似乎并没有接触或者招惹过这种强者 这一点我也不清楚 或许你可以问问 你的青梅竹马的小女友 老师的意思是 薰儿知道这件事的前因后果 具体情况我也不清楚 不过那小妮子背后的势力大有来头 既然这样的一个人能来到萧家 想必与萧家可能也有些瓜葛 等你下次遇见他 问问他是否可以帮你找到一些线索吧 好在现在父亲暂无生命危险 但还是要尽快找到线索 优优独的 在出发前 我们先将此物炼化 老师 这是我在炼药师工会交易集市中得到的 这是一种储存器 如果不出我所料 这种玉片储存器 应该是焚炎谷的杰作 焚炎谷 那是什么 那是斗骑大陆上的一方势力 如论其实力 可比云蓝宗强上许多 他们已修炼火属性功法著名大陆 专走狂暴攻杀路线 在大陆上也算别墅一致 比云蓝宗强上许多 不要高看了云蓝宗 如今他们就算有了一个斗宗强者 那也只能勉强算是在一流势力里面垫底而已 你以前生活的 仅仅是这片大陆的一个小角落而已 而等你真正深入其中时 我相信你会喜欢上这个精彩绝伦的世界 不过你也要清楚 不论身在何处 内心的强大才是最重要的 我对你很有信心 我记得当初老师说过 只要我努力收集异火 便能够替你炼制出 完美容纳灵魂的躯体 那这 可以说是一种另类的复活吗 看来老师对这件事很是在乎啊 这三年 老师为了帮我变强 付出了无数心血 而我却为了那所谓的三年之约 差点将老师的事情忘得一干二净 更因莫成之事 害到老师沉睡 学生感到非常自私 说来惭愧 当初认识你 并决定把我费尽千辛万苦方 得来的坟绝交给你 主要目的便是利用你 等你日后修炼成功 再命你使用融合出来的 火焰 替我炼制出可以容纳灵魂的躯体 但看着你 在逐渐成长中 展现出惊人天赋后 不知不觉地 再次倾注了自己的感情 本以为自己可能会再错一次 但我在沉睡时 看到了你 那么拼命 忍辱负重地为了唤醒我 所做的一切 这三年 多亏老师了 您的为人学生最清楚不过 只是学生愚笨 这么晚才明白您对我的期望 让老师担心了 一日为师 终生为福 学生向您保证 从今往后 再也不会辜负您的一番苦心 你这孩子 一段时间未见 还变得多愁善感 会体贴人了 放心吧 老师 您那复活指示 学生以后会牢记在心 看来老夫这次 真的没有再看走眼 能遇到你这般出色的学生 我的好运还没有燃尽哪 对了 老师 炼制躯体至少需要几种异火相容 应该是三种 三种 青莲低心火 加上老师的古灵冷火 那岂不是再收集异种 便可以替您炼制新躯体了 应该可以 我记得老师以前说过 在迦南学院中 便是有一种异火的踪迹吧 叫什么 陨落心炎 陨落心炎 看来这次去迦南学院 又多了一项任务 好啊 老师 这次 伤势恢复得如何了 映儿 我问你 你身为云南宗一宗之主 为何三番两次地对萧炎手下留情 别以为我看不出你与萧炎之间的瓜葛 难道你忘了这些年 我都是怎么教导你的了吗 没有 师父 您的教导弟子谨记在心 只是他曾对弟子有过救命之恩 所以才 荒唐 萧炎杀我大长老回我云南宗 此子乃我宗心腹大患 去将他带回来 老师 此事是否需要再谨慎考虑一下 为了萧炎一个小辈便群宗出动 怕会让我们在加玛帝国中的声誉受到 一群跳梁小丑而已 加玛帝国平静太久 也该大清洗一次了 接下来我将会带领云南宗 达到以往任何一任宗主 都未曾达到的新高度 记住 你的一切都是我给的 时刻记住你的责任 既然宗门选择了你 你就必定孤独一生了 老师 我很好奇 等你复活之后 实力是否能达到以前的巅峰状态 刚开始或许会有些声色 不过只要彻底熟悉了新的躯体 恐怕会比以前更少一层楼 那会达到什么地步 十回合内击败云山 不费垂灰之律 那至少也是斗尊强者 天火三玄变 老师 您知道这是什么 这回你可捡到宝贝了 这天火三玄变是一种十分玄奇的高级秘法 秘法 除开功法和斗技 大陆之上还存在着一些特殊的秘法 能够大幅度提升本体实力 当年在乌坦城 您的小女友便是用了一种高级秘法 使得自己的力量在短时间内瞬间提升 秘法极为罕见 其稀少程度足以跟一些地阶高级功法相媲美 这天火三玄变是焚炎谷的镇谷之宝 对于拥有奇异火焰的人来说 无疑是千金难求之物 想要修炼此种秘法 修炼者必须是火属性 且必须拥有至少一种奇异火焰 那用我的青莲地心火是否可以修炼 当然 异火是最佳的选择 这天火三玄变 有薰儿当年施展的秘法枪吗 所有的秘法大多都是以压缩或透支本的方式来获取力量 虽然会让人的力量在短时间内暴涨 可事后身体确实会出现极大的损伤 那薰儿他之前 放心 从他当年使用秘法后依旧气色红润来看 他并未有太大的损耗 这便是可以看出两种秘法的优劣了 这小妮子 虽然天火三玄变对自身的损伤的确较大 可提升力量的幅度却极强 所谓三玄变 就是能够使人的实力接连暴涨三次 当年焚炎谷的谷主只是个五星斗宗 可凭借天火三玄变的三次爆发 击退了一名斗尊强者 这秘法竟能跨越如此巨大的等级进行战斗 现在将你的精神融入这股能量中 天火三玄变是靠着某种特殊的方式 将体内深处于火焰共生的能量迅速引导爆发而出 达到瞬间提升实力震慑退敌之效 如想要达到三次爆炸 就必须以三种火焰进行修炼 那焚炎谷谷主只拥有一种异火 而另外两种火焰仅仅是受火 便可以将自身的力量提高到内满程度 拥有焚炎的你 若日后收集了三种异火 同时开启三种变化 那种实力的增幅就算是创造秘法的先辈 恐怕也是料想不到的吧 没想到这焚炎谷的镇谷秘法 竟然会流落到加玛帝国 炎火内玉府的老头 当年老夫想要戒约一下都不肯 如今还不是落到了我弟子手中 若是他知道的话 恐怕又要暴跳如雷喽 走 乱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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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师 天火三玄变的修炼方式 还真是古怪 不知道是什么怪材 竟然创造出这样的秘法 不过 这玉片中却仅仅记载了 第一种的变化 或许是焚烟谷的手段吧 这样就算秘法 为外人侥幸得到 也难以修炼完全 一重就一重吧 正好我体内 就只有一种异化 小野 接下来的行动 要极为小心 周围有着不少 强度不易的气息 虽然云山在你体内 残留的那道印记 被我压制的极低 可他们依然能够借此 粗略摸清你的大体方位 果然是欺而不舍 云山总是对我抱了必杀之心呢 云山总是对我抱了必杀之心呢 小心点 尽量不要被他们拖住 否则一旦后续追兵赶来 会很麻烦的 我的灵魂力量至少需要半个月 才能恢复一些 接下来 想要从云山总的封锁包围中逃脱 便只能靠你自己了 追兵们似乎察觉到了你的飞送一路 正有大批的云蓝宗弟子 从四面八方赶来 还好有缘土的魔兽 总拦他们一下 不对 是云蓝宗的长老 礼弊已经很明显了 诸位还有什么见解 侠老 我没有异议 无论怎样选择 穆家都会一如既往地效忠皇室 难道你们忘了 之前炼药师大会上 硝烟帮助加玛帝国 对抗出云帝国的恩情了吗 这个 硝烟这小家后的潜力颇深 拉拢过来的确对帝国有利 但现在 我们出手阻拦云蓝宗 将硝烟放走 那就相当于直接与云蓝宗正面为敌 而那时 我们的关系将不可调和 毕竟 硝烟还需要一定的成长时间 云山从来不是一个淡薄名利之人 就算我们之后一味忍让 他的野心也终会暴露无遗 还不懂 我定然需要更加宏观地 以加玛帝国的利益去考虑此事 虽然这样确实会舍弃一些人情事故 我看你考虑的并不是加玛帝国的利益 而是你们皇室未来是否可以稳固吧 还 不用管他 让他去吧 那三个云蓝宗长老实力不弱 所以对你体内能量残痕的感应 会比常人更清晰一些 而且这片区域并没有太过高级的魔兽 有了那三个长老的气势压制 魔兽们也不会再对云蓝宗弟子们的搜索 造成太大威胁 可恶 若是再任由他们这本搜索过来 迟早会成为龙中之鸟 他们要搜寻的范围暂时还比较广 想离开加玛帝国倒也不难 只要你避开那三个老家伙所在的位置 其他的云蓝宗弟子不足为惧 小心前面的埋伏 好 快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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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转发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你笨蛋 没有得到长老们的命令吗 一旦遇到萧嫣 切记不可与之应战 只要全力将之跟进便好 萧嫣 现在有些麻烦了 三个长老正在快速接近 而在我们周围 已经拒绝了大量云蓝宗的弟子 可他们并没有靠近阻拦的趋势 他们是在等那三个长老过来吗 要赶快隐藏起来 尽量不要暴露 等天黑之后 再借助密林的掩护 趁机冲出他们的包围权 也好 云脸长老 他应该就在这儿附近 保持包围状态 所有人不要动 是 这些家伙究竟在搞什么鬼 怎么都停下来了 他应该就在这儿附近 就算是筋疲力尽了 也不足以没有一点行动吧 不管了 现在是时候了 这股启事 是斗王 该死的 这些家伙原来是在等待援兵 这些家伙原来是在等待援兵 不管如何压制 都逃不过与老宗主功法 一脉相承 您的法眼 宗主 硝烟杀我云蓝宗弟子 罪不容恕 还请宗主出手 将硝烟体内那道能量痕迹 彻底诱引出来 宗主 罪人 余 启 罗1 罗1 罗2 罗3 罗4 罗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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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飞行部队 追 凤凰 换换 对不起 好 好 该死呢 没想到越南做 竟然还有这种 大规模的飞行部队 小燕 尽量支持下去 再给我一些时间 你体内被运运引发出来的那道能量痕迹 便可以压制 尽量去 小子 今夜便是你葬身之石 可恶 这紫园翼的速度还是无法与真正的斗技化也相比 老师 先解决眼下的情况再说 这家伙速度怎么突然暴涨了这么多 而且他身上所散发出的白光也是越来越弱 看来他是在压制着体内阴迹的波动 不要再保留了 若是再让他从我们手中逃脱 还有何脸面做着长老 是 这样下去不是办法 老师 再持续下去 会再次对您的灵魂力量造成损伤的 老师 老师 小家伙跑这么快 不想细聊聊小家人临死前的惨状吗 你猜对了 你猜对了 那天晚上我跟云圣都在场 他们所有人酷得撕心裂肺下跪向我们求饶啊 他还是很厉害的 还有一件挺重要的事情我想告诉你 在我们慢慢折断你父亲四肢的过程中 他曾悄悄地跟我说 放过我 求求你 老师 你应该已经到了极限 下面就交给我吧 好 小小伙 那就在前面碰头吧 小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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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伙